对于说在磐式上的观察 我们电话线上要请教到的是 亚洲投顾的吴月展分析师 老师午安 午安 大家午安 还要先请教老师 怎么来看待在今天的磐式观察 我们昨天看到说 大磐式持续震荡量缩 今天是放量的往上了 而且一下子量爆出很多 今天估量将近5000亿元 这个部分怎么来看待 再加上祭顶作战 是不是有机会台股就一路上上 到年底呢 当然今天在盘面上 这个族群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磐式上 这个AI族群是在起 可是我们知道之前 AI股其实跌的也是有很多 很深的 所以在这边可能 其实有一些 挥打收复季线的情况之下 但是供应链这里 可能还没有站回季线 包括组装厂广达这里 季线278元 今天还没有站上 散热族群更不用说 七红双红这里 离季线都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测试厂 金元电日月光这边 离季线呢 其实也都还有一点点 这个距离 是有待功课 老师怎么来看待 在这里呢 挥打先收复了季线 这些供应链 有机会同步的来做跟上吗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那现在买 是不是就是送分题了 这个时间点 当然我觉得 应该是要偏多思考 因为前面 我觉得经过了 什么日元的风暴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回到正轨 我认为 这个机率本来就是高的 这也是符合 我们过去 持续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的看法 那这边当然 这边顺势就 直接跳空 因为昨天其实我在友台节目 就特别讲 我说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坦白讲 你说散户很热吗 从人家亮一看 就知道不可能 对不对 那如果散户不热的话 那这个地方 那到季线 那昨天大家就会讲说 哇你看是不是靠近季线 上不去 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昨天就在说 我说那会不会 就是来一个 那个跳空直接上涨 让散户也不敢追 坦白讲 一开始就涨了三百点 你说哇 早上马上要进场追 你可能也会有点 有点 有点怎么讲 提不起勇气吧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 这是一个角度 然后但是另外的角度 涨上来之后 虽然是很强 虽然是很强 但是你会发觉 你不知道买什么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状况 可能是有点这样的概念 所以变得是说 然后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前面都没有布局的话 那这个时间点 那你就要好好思考了 你是不是要 有哪些是可以追 有哪些是不能追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观察重点 那当然第一个 今天当时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夜盘 一定要就大涨 对不对 台积电其实我们是早在9月5号 9月4号 9月4号那一天就布局 然后平均成本 加上除全息的话 大概在890 所以现在999 已经是纯金的浓度了 对不对 那你说现在你要再去追台积电 说真的啦 我叫你追你也不敢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回到9月10号2317的鸿海 我说平盖股应该要人气我取 结果被栓翻了 对不对 结果你看今天也上来了 但是当然这两档个股 我的角度就不一样 我们举2317为例好了 2317这个位置 刚好是来挑战到季线的位置 早盘确实是有站上 但是这边站上之后 好像现在又在季线上下 现在是稍微略低于季线 在这边做一个整理 对如果是低档就买的 其实到这里我认为 可以适度的做一些调节 因为季线看起来 还是会是一个重要的压力 特别是这个季线的压力 跟之前的高点 8月20号的高点附近 那个位置大概是有点重叠 所以这边如果上不去的话 我会建议可以适时的逢高 做一些调节 那当然后续我可以观察点是什么 8月2号 8月2号那个跳空缺口 那个跳空缺口低点是185.5 所以如果185.5的话 185.5守住的话 那我觉得剩下的部分 支付续保没有问题 如果后面有机会 站回到基线之上 那我觉得再找机会再做切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策略 那你说为什么台积电 我们就不运用这种策略了 你说千元上不去 是不是卖一趟 其实当然我觉得 不能说不行 但是实际上来看的话 因为台积电本来就是中间观瞻嘛 对不对 你说真的外资要回流 特别是昨天瑞银的论坛 还说乐观的话 看到什么 25000多点嘛 对不对 好像25400是不是 我有点忘记数字了 大家可以查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坦白说 以台股的全职股的格局来看 台积电本来就是率先站上季线的 然后其他的包含 你说联发科 今天也是挑战季线 包含像广达 广达今天也很强 但是季线也还在上面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站上季线的个股 我认为真的要留的话 可以稍微留一下 你如果这个时间 你觉得真的 其实应该是你过天晴了 很想要买 那我跟你讲 那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 也许是不是0063EL 就是元大的T50正2 这个也许 就是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 现在这个氛围有可能会回到所谓的主流的族群 这是一个思维 然后另外如果从OTC的角度来看的话 OTC昨天台股 昨天那个大盘 尾盘偷袭站上季线 结果贵买昨天是杀下来跌破季线 两个是两样琴 但是今天早上贵买也是跳空上来 站回到季线 现在也是拉了一根算是长虹的格局 所以从这边再来思考的话 那我觉得有些个股还是可以注意 譬如说像什么 像现在忽然有点拉起来的 像6937好了 6937的天宏 那像这个格局 像天宏是什么 天宏当然是半导体设备相关 但是你看前面一段时间 整个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它也跟着整理 对不对 等于是横盘了一定的时间 大概将近快要一个月了 那仅仅有默默的创稿 有默默的创稿 你看大盘其实 你说大家在震荡的时候 其实他们走一个算是亮缩横盘的格局 那同样类似的格局还包含什么 6788的滑井店 当然滑井店前面 还有一个现增的题材 因为现增的时候 往往就经验上来看 在现增定价的时候 会压抑股价 然后现增抽签完 通常也会有稍微 转线的卖压出来 但是你看这个过程中 其实它也是维持一个横盘的格局 然后季线也在下面 虽然近期都是挑战月线上不去 但是看起来 如果大盘转回到正下 然后台积电 可以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的时候 那这些相关的设备股 有没有机会上来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 其他的部分 坦白说 我在这一段过程中间 我们过去跟大家追踪的 像4909的新不新 今天又第二根了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大盘在跌 大盘在拉回的时候 大盘其实大家印象 哪一天是不是9月初 9月4号来一个 大的跳空跌了999点 对不对 但是你看在这个过程中间 9月4号它怎么样 它虽然也是跌不少 但是如果来看的话 它是不是维持一个横盘的格局 虽然那天是大跌 但是基本上就是在 之前的整理区间之内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相对的 比较平稳的格局 像这种 只要大盘一回到正向 那其实它就有动作了 其实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对你在选股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造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相对强势的概念 去找寻 找寻相关的标的 那另外的部分 其实当然说像 今天好像是杨总裁 今天还是昨天 立院咨询的时候 立委有质疑说 你打方打成这样 那他也出来说消毒 说未来会做一些配套的措施 其实这一块大家对地产的族群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避开所谓的 比较消 那个投资或消费类的 就住宅型的地产 那你说一些资产股 在降息的大环境背景下 有没有机会受惠 其实也是有的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 给大家做参考的投资方向 因为毕竟现在的状况 像今天的3013的成名店 也拉到一个掌平板 所以很多的题材 我觉得说真的都可能讲不完 所以你变成是说在选股上面 就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一点心思 至少先用技术面强势的格局 去找寻可以买的标的 先给大家做个参考